首先我們來講到的是關於燙獎的變化 從日期的三天制改成星期的三天制 星期一到三是一個燙獎 四五六是一個燙獎 禮拜 各位夥伴大家好歡迎來到ED成哥543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5月29號Full Panda即將要實施的新制度 據前幾天的公告之後 有很多人說 這真的是外送平台的良心發現 那又有人說 這實質上是一些變相的減薪 各個群組 許多的臉書社團 各種說法 歌功頌德的 維言聳聽的 包公懶得的 各式各樣都有 但究竟這些政策 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5月29號他準備要調整的制度有包括 燙獎的變化 燙獎即將由每三天的日期制改成星期制 並且多增加了一個禮拜天的制度 取單率從不能查詢到可以週二查詢到現在的每日更新查詢 曼哈頓呢 哇塞終於要改成Google里程了 那這究竟是好還是壞 報酬結算的日期 已經不一樣了 廣告費的不發放原則 已經變更 還增加了AB車 違規 赤塵染未填寫的 安全獎勵規範 這個部分通通都有做變更 那這些制度到底是 怎麼樣的內容 對你我可能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或變化 我們該如何運應 跑UberEast的夥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 都等著吃瓜看熱鬧 到底5月29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讓我們來一一訴說了解一下 首先我們來講到的是關於燙獎的變化 從日期的三天制改成星期的三天制 星期一到三是一個燙獎 四五六是一個燙獎 禮拜天特別獨立出來設一個燙獎 這樣的制度呢 他把兼職跟全職人劃成一條線 上下做調整 舉例 以前兼職的人不管你是平日間或者是偶爾間 或者是假日間 有時候呢 你的單量的確沒有辦法跑到那麼多 所以呢他從45單90單 把它調降成40單跟80單 獎勵不變 但是關於全職的人呢 比較有機會跑到120單 甚至陳哥有一些朋友呢 經常跑到120單之後呢 為了再跑30單 只能再多300塊 覺得異性南山 於是他就保別的平台 或者乾脆回家休息 準備下一個週期 再繼續拼下去 下一個三天 所以平台往往會在第三天的達標日的末半段會造成 外送員減少 偶爾還必須要用加碼來鼓勵你出來 這樣早就應該要改變了 所以呢 將150單往上提高到2000元 這是個好事 但話又說回來再沒有下雨的狀況 在有一些地區 120單都很緊了 千萬不要為了那2000塊 加速騎車 違反交通安全 犧牲掉你重要的睡眠時間 只為了那2000塊 150單會提高到2000塊 有700塊的優因 會讓你覺得 想要拚看看 但這個真的是因人而宜 因地區而宜 各位盡量 斟酌看看 120單的1200塊 提高到一樣的120單 但是1300塊 但是150單直接拉高到2000塊 一個是向上調整100元 一個是直接在往上拉高的500元 1300跟2000之間 距離就相差700元 不管是對兼職者有利的 把第一標第2標往下降 獎金不變 對全職者而言的第3標第4標 燙獎不變 獎金往上提高 這些措施 陳哥必須說 設計的不錯 但是各地區的單量不一樣 所以 各位外送夥伴 還是量力而為 不要拿生命安全 開玩笑 而相對的在週日又有一個不一樣的獎金 15單加發75元獎金 24單150元 35單350元 45單加發500元的獎勵金 這些就是特別針對週日 訂單量會大量提升 以往都必須靠加碼 來鼓勵夥伴 但是如果剛好第3天又剛好是達標日的時候 外送夥伴還是不足 乾脆平台就設計了一個週日加碼 單獨隔開 但是我們可以事先來預測跟預判 平常就用禮拜六禮拜天出來跑單的兼職者 看到5月29號的心智變化 他會怎麼想呢 那我就會在以後每個禮拜天我平常只跑幾小時的 我會直接把時速拉長 因為我必須想辦法讓我在當天可以達到2標或3標 以便有辦法爭取更多的獎金 那這些就會影響到原來我們跑單你的安排的計劃 你的規劃 所以各位外送夥伴對於5月29日之後 你如果是全職的 請特別注意禮拜天 單量跑起來可能會不太一樣 這就是禮拜天隔開 特別給予獎勵的好處 跟可能的影響 對於兼職者 這是一個很大讓他加強時速 而去提高他獲得獎金的機會 但對於全職工作者 你的競爭者更多了 影響可見而知 那麼你是繼續跟他拼了呢 還是乾脆以後禮拜天你就休息陪家人呢 或給自己身心靈放油價 5月29日之後 兩個拼了一兩禮拜 我們就知道 你該怎麼調整自己 再來是講取單率的改變 取單率這個從之前被人詬病 我沒有聚幾單 或我根本沒有聚單 為什麼我的取單率卻不是100% 不是97% 9899呢 甚至會直接跌破85以下 不管說明是你的手機訊號問題 記憶體滿載的問題 或收訊的狀況 但這些都不能夠讓外送夥伴放心 都一律認為是黑箱作業 平台再怎麼解釋 都無法當大家滿意 終於呢在幾個月前呢 調整成都二可以查詢 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不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的是你可以讓我們 即時查詢 現在看到了5月29日 每日更新 可以直接從我們的App上面就看到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變化 很棒的改革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的是 你的即時更新率的準確度 到底如何 舉例 當夥伴上線 接滿100單 來了一單 巨單的時候 合理應該是99% 但是我能馬上看到嗎 他能做到 這樣如此的即時更新嗎 舉例二 我到昨天為止 接滿了100單 我今天接了30單 但是我去了兩單 回家我下線之後 我查詢一下 突然發現上面出現的是88% 那麼是一翻兩瞪眼嗎 可不可以做到讓我們看得到的是 你這減少的12% 是在幾點幾分 有單來我沒接 幾點幾分的數據 可以讓我們也看得到 而不是進去只看到一個數字 冷冰冰的告訴我88% 那你還是一樣被人家懷疑黑箱嘛 你扣掉的地方 到底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嘛 後台是只有你掌控的 可不可以把這個時間 也順便讓我們看得到呢 這個程式不難 都已經有辦法做到每日更新 讓我們看到 趴數數據 當你的時間 可以讓夥伴看到 原來是在什麼時間 什麼日期 幾點幾分 連續來幾單都沒有接 那夥伴才會去思考 他是不是在電梯裡面單太久 他是不是在某個地下地 也沒有訊號 他是不是某個時間點 他在用什麼樣子的 手機功能 而去舒服掉來單 可不可以這麼透明 Pupenda加油吧 再來是薪資報酬的調整 本來是很容易記的 上下半月 然後隔10天發放 平台公告呢 因為改版的狀況 因為後台的一些原因 所以他做的調整 那公告的日期 其實是這個樣子的 看這個表格 你可以看得到 目前所以公告的狀況 大概都是會在 週三發放 也就是說 隔週三 雙週三 來做發放 那這樣到2024之後 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不曉得 這個就看平台後續 有沒有在做調整 再來一個重大的變革 是廣告費的標準 如果你對於廣告費的發放 標準不是很了解 還有疑慮的話呢 歡迎收看這個影片 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但是在於這個標準發放呢 調整之後 縮緊的狀況是什麼呢 以前的廣告費扣除啊 第一次被檢舉 成立之後呢 就會扣除當日報酬的 每一單廣告費5元 第二次呢 依然是當日的廣告費5元 但是呢 如果你在那個計算週期 也就是半個月內被檢舉 第三次還成立的話呢 才會扣除你 半個月的 所有單量的 每一單的廣告費5元 也就是說 如果你半個月是跑了100單 那就是扣除了500元 如果你半個月呢 你是個全職者 你跑了300單 那就有可能扣1500元 你跑500單 那就是2500元的事喔 感覺有點厲害對吧 但是對於很多人抗議啊 有一些人啊 是AB車 那AB車的狀況 我們待會再說 因為官方也調整了 那有一些人呢 他是兼職的 這些扣除對他來講不痛不癢 怎麼說不痛不癢呢 舉例他每一天下班出來跑個10單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空有閒跟你卷舉啊 而且每一單扣5元就算今天成立了 他才跑10單 那也才扣50塊啊 兼職者感覺 也不夠就是少一單而已 那對於有一些小鄉幫 很多人跟公司抗議跟反應啊 希望可以從嚴認定 以前不是都扣10塊嗎 可不可以直接扣10塊啊 以前不是整個半個月扣除嗎 可不可以直接就認定啊 甚至可不可以 停權他幾天啊 還是跟他解除合作關係 但是廣告費的認定就是廣告費 他都是個廣告費而已啊 不能因為這樣子就把他 解除合作關係 那只是一個附加的獎勵 那他不符合附加獎勵 當然就不給予而已 不能因為這樣就直接把他 免除他的工作的機會 但是誠客要提醒你 5月29 之後 從嚴認定 只要檢舉成立 一筆 那麼 該計算週期 也就是說14天內的 每一筆廣告費 都直接被免除 這就有點厲害了 所以不管是兼職還是全職者 如果你以前習慣的就是 走鋼索 冒一點風險 的人你真的要小心了 尤其有些小鄉幫啊 真的不要再 蛇行啊 鑽快車啊 我是不太了解 你多放一個大包 會怎麼樣嗎 我們看過很多的小鄉幫啊 他為了怕被檢舉成立 他在騎車上啊 在路上是蛇行的 危險駕駛 鑽來鑽去他就怕被你拍到 他的車牌 所以他盡量不停紅綠燈 一旦要停紅綠燈 要嘛就是 解停 注意看有沒有人要拍他 或者是停車之後呢 你會發現他在後照鏡 不斷的觀望 有沒有人從後面拍他 如果發現你好像在拍他 他還會斜過頭來看你 瞪你 新聞事件要講 他甚至走過來問你 為什麼要拍我 那麼不反過來講 你既然當小鄉幫了 你不就是圖個便利嗎 或者是因為 欺不如切 切不如抽 你出來當小鄉幫 只要沒有被檢舉成功 你就感到賺到了 如果你是真的那麼不在乎 那個5塊錢廣告費 你就大方的貼一個條文嘛 貼在後面說 我沒有差 你盡量拍我還給你比個夜 打個pose 我會說你真的是很有guards 但如果你是以前是頭來暗期的人 真的要改改了 因為 廣告費 每單5塊錢 直接14天扣除 你就算是兼職的剛剛說的例子 一天是10單 14天你跑滿的話 是140單 乘以5塊錢 你是直接被扣700塊 700塊拿不到 有感的吧 所以以前在抗議公司的 力道太小的人 這下是應該滿意了 但是對於 導向幫 經常不符合廣告費原則的夥伴 陳哥提醒你 趕快修正一下 不然的話 你的收入真的會鎖水喔 接下來的新改變呢 是將 消費者回饋費 改成 安全獎勵費 那麼這時候就有很多的貓友啊 就開始說 哇 終於不用再擔心奧客了 也有人冷嘲熱風的說 哇 這下子 很多外送員的行為 將會讓消費者更多的負評出現 東西可能隨便亂擺亂丟 這個狀況呢 消費者平等並沒有取消喔 陳哥要提醒你的是他還是在喔 而且他改成在你的App上面你就可以查詢 你目前的消費者平等怎麼樣 只是說他沒有連結到你之前的 計算獎金報酬裡面的一個部分 但不代表官方就不重視喔 你還是有可能依照消費者的負評 收到警告訊 嚴重的話 你懂的 所以千萬不要因此就大意 東西就亂不平 消費者給你結婚 你也給我結婚回去 當然我們知道有很多消費者是真的是相當的不理性的 他只知道你是個外送員 以為他訂了餐你就會馬上拿到餐馬上就送過來 他忘記了他是不是訂了12桶大水 他忘記了他是不是訂了一個必須到現場去還要等個10分20分30分以上的店家 忘記了現在外面是不是光風下雨 忘記了現在是不是上下課上下班的時間 路上塞車 他只記得一件事情 我這下次按下訂餐之後為什麼要等你那麼久 我們的辛苦 不一定被人比較看見 我們要的就是 平台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合理的報酬 所以夥伴不要大意 消費者的平等還是在 雖然暫時跟錢沒有關 但是可能會跟你的帳號的使用 權益有關係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說的是安全獎勵費 他連結的是哪一些東西呢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叫AB車 很多夥伴他在公司平台登記了A車 但是不管是故意 還是什麼其他原因 後來他騎的是B車在做外送 那就會造成我們剛剛說的 那如果萬一有違反廣告費原則 或者是其他外送員承攬條款的狀況 有任何人要檢舉他 他就認為官方查不到 這個檢舉就會失敗 沒錯 或許你的車牌是 XXX1234 官方查不到 但是你在這一家店取餐 這個店家 或者是後續的外送員 或者是消費者 有這個訂單編號 檢舉你的行為 公司查詢後台系統 會知道是什麼帳號來取餐 查詢之下 你的車牌 並不是原先 這位帳號所擁有的 現在就會連結到這個所謂的安全獎勵 你沒有使用 在公司平台 登記的車牌號碼 做外送行為 所以不符合安全獎勵機制 被用扣除 而且一次就是計算週期 14天 有單量 全部扣除5元 而且你的這個 D車車牌 就會被登記到這個帳號去 也就是說 公司會註記你 有使用D車車牌 在跑外送 你的檢舉行為 還是有可能成立啊因為他連結到這個帳號來 如果又是違反廣告費行為 兄弟 你是剛剛廣告費扣5元 然後這邊又扣5元 你是整個計算週期 連結起來雙重扣5元 你就是扣10塊啊 那又回過頭來看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只是個兼職的每天跑10單 14天是140單 那麼你雙重被扣除之後 影響的是1400塊 如果你是個全職者 可能更嚴重啊 你這個跑120單的人 所以你每三天都是跑40單 那麼14天你都沒休息 你跑的就是560單 560單被扣10塊 兄弟 那叫5600塊啊 哇塞 嚴重了吧 今天跟你講的嚴重性 好注意 那有一些人呢 他不只一部車輛 他可能有一些原因 你想要騎這台 明天要騎一台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啊 公司這邊呢 也有提供 複數車輛的登記表單 你只要把這個填寫好 那不管你要騎哪一台 都沒有AB車的問題 就不用擔心被檢舉之後 發現你是未登記車輛 你的安全獎勵就有問題了 另外一個叫做 我這個帳號是別人在跑啊 因為我生病 我住院 我其他的種種原因 而帳號給別人跑 報酬怎麼算 另外我們自己私下說 那是一回事 但重點來了 只要沒有填寫 赤城南表單 一旦被檢舉後台查契發現 一樣 不符合安全獎勵人則 你又整個週期14天被扣除 安全獎勵 單單5塊 所以不管你是AB車 還是AB帳號 以上這些東西通通要小心注意 不然跟你的荷包 會有很大的關係 你說為什麼這些叫安全獎勵要管得這麼遠啊 這是因為在推行實名制的關係 什麼帳號跑什麼車牌 這些已經不是外送平台在做基本檔案資料了 金跟監禮所這邊要做連線 雙方要溝通文件往來 這些是Foodpanda想做的嗎 是UberEats想做的嗎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新聞 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些立法委員 要求 會認為外送員 危害的馬路安全 相當多 所以應該把一些經常 交通違規的外送員 嚴格的管理 甚至 讓他無法在外送界 公會這邊認為這樣子的要求太過嚴苛 所以在平台 立法委員跟公會三方的協調之下 還有連線之後 發現有交通違規事實 只做處分 但不會停止你 跑外送的權益 這最後妥協的結果 但不管怎麼樣 法令下來了 典禮條文這邊也有 平台就要開始做因應 既然法律都有規定了 公司的條款也更新了 制度也要調整了 那你就必須要去了解 只是我們要去知道是這個安全獎勵制度下面 他所說的 跟政府交通單位 一旦比照有違規事實 就要扣除 14天內的安全獎勵機制 因為立法諸公正面的想法是認為說 有一些人就是個惡意駕駛 他就是個慣犯 他經常蛇行 經常交通違規 經常被扣鐵 經常被罰款 這樣的人 並不會因為換上衣服之後 擔任外送員的時候 他突然變乖了 突然變成好好的騎乘機車 他有可能是馬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我了解他們的看法 不曉得各位夥伴 你們的看法如何呢 如果說 我在非上線期間 我在上下班上下課的時候 我不小心發生了交通違規 我越了白線 那我到底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也影響到我的安全獎勵基金呢 這個部分根據陳哥的深入了解之後 跟大家說明 你要符合兩種狀況 才會啟動這部分的對照資料 扣除你的安全獎勵金 第一個 您的交通違規 確實是發生在您的上線期間 而不是非上線期間 第二個 您發生的違規是屬重大違規 但是PS 所謂的重大違規 我真的也不曉得 紅燈右轉算不算重大 因為白線算不算重大 那當然發生了交通事故 車禍了 我相信這是重大 我們平常在上下班上下課或出外騎乘機車 我們擁有時間來尋找停車位 但是當你成為一個外送員外送夥伴的時候 時間就是金錢啦 因為單價不斷的降到這麼低 當你到達店家 當你到達消費值的指定地點的時候 你有時候是很難找到車位了 天天必須送進大樓 天天必須送上公寓樓層 你可能在附近繞了好幾圈你都找不到車位 跟消費者溝通方便下來拿取嗎 他還是堅持要你送上去不然就給你付品 收到這樣的威脅 外送員也只能吞下去繼續找停車費或者是 趕快臨停想儘快進去送完餐儘快出來 但是說時時那時快 有可能警察隨時出現就一張罰單很快開了就走 拍照就有證據 當外送平台已經進軍台灣多年 當外送業已經成為360行其中的一行 當外送生活已經走入你我十一住行的一部分的時候 但是我們的生活還是有這麼多的不友善的地方 很多地方啊 很多大樓啊 旁邊幾乎都是紅線黃線 人行道也不能停車 你又沒有劃分外送員專區 請問外送員該怎麼停 我們送過有一些很棒的管理大樓 外面的保全能源會很貼心的告訴你來來來你停車 我幫你看 但並不是所有大樓的保全或管理員都這麼友善啊 你騎上去他瞪你他罵你 叫你自己去找車位 煙篇外面都沒有車位 煙篇外面都是紅線 你怎麼找車位是你家的事 你去用規劃是你家的事 你一單才40塊44塊 我們在這個頻道啊要呼籲 所有的大家一起來努力啊 當外送生活已經是我們一部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比照外面有很多地方 劃分了貨車的卸貨停車格 比照辦理 也給外送員一個方便 外送員停車區 讓外送員可以安心的停車 放心的取送餐 這對大家都是雙贏 最后我們來講的是千呼萬喚啊 終於死出來了 死出來了啊 曼哈頓get out Google進來 太棒了 但是事情不是你說人所喜歡的 我們來分析一下 一直以來 大部分的夥伴都喜歡取禁單送禁單 很多遠單的消費者要等很久 可能不斷的被轉單棄單 那更重要的是遠單了你又覺得價錢不到位 對自己良心過不去 我是戴賺錢的 還是戴賺爽的 我是戴做工的 還是戴在做工藝的 一切都從曼哈頓的問題開始 自從香港改了Google計算之後 台灣的貓友就不斷的在期待 在高升呼喚 那麼終於 改變了 這邊有一位網友 他利用了Excel的表單 考慮一下未來可能計算的數值 用新舊字下去比較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計算 最大概知道的是 官方這樣的調整之後 未來新置的禁單 他的收入不見得會比較好 反而是遠單 達到一定的距離之後 比舊字的更好 所以到底這是加薪還是減薪呢 就看於你 平常跑單的習慣 你是經常跑禁單的呢 那麼很抱歉 未來新置之後你的收入勢必減少 如果你是習慣跑遠單的 或者是你所在的區域 經常是遠單的 那麼恭喜你 未來你的收入 你會感覺到增加 以上是我們從公式上面來計算 那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講 Google本身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曼哈頓的計算距離 跟你Google看到的是不一樣 那我們實際上跑起來可能因為山路會繞來繞去 可能挖路啊 路段的關係啊 我們必須要繞過一些地方 才能夠蜿蜒的到達消費者或店家 但是曼哈頓結彎取值之後 重新計費 我們都覺得被坑了 但是未來5月29 你看到的Google 就是官方的Google嗎 官方的Google計算 方式 你能完整的看到嗎 所以改了Google 是好事 但是計算方式 還是在後檔 你還是看不到 你的想法是認為 它原先1.5公里以上就加價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2.5公里以上 才加價 這實際上是 你用你的Google map 在看 但事實上 這兩個的比較的單位 是不一樣的 1.5是曼哈頓 2.5是Google map 你並不是 1.5的曼哈頓 變成2.5的曼哈頓 也不是之前的1.5Google map 變成現在的2.5Google map 當兩邊 劃成相同的 比較單位之後 你才能夠做真正的比較啊 在Google map上面 我們從A點到B點 我們可以有很多路 路線選擇 我可以選擇超近路 我可以選擇 繞遠路 我可以選擇 避開紅綠燈 我可以選擇 避開 某一些設施 這些在條件裡面可以設定 也可以在你的Google map上面 直接的點選 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 系統後台 他到底是 選擇哪一條路線來計算 雖然告訴我們5月29之後是使用Google來計算 但是你到底是估哪一條啊 這些都跟單價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以前的曼哈頓你認為騎1.5公里 根本是狗屁 你是騎2.5公里啊 對沒錯 現在就等於是還原Google map的2.5公里給你才開始準備加價 所以是不是俗話說的藍XX就是爬XX的意思 我們5月29之後就見真章 制度上呢 從原先的這個方式 取餐送餐任的一方大於 1.5公里以上 平均加10塊 改成 取餐送餐任一方 大於2.5公里以上 平均加10塊 也就是說取送餐的基本單價的基本距離 已經放大了 你最大的風險就是 你剛要取2.45公里啦 然後送2.45公里啦 不好意思你就是基本價 但是官方會這麼做就是因為 我就一定給你Google了 它就完了完了 以前公司看到的禁單 跟未來的禁單 其實差不多的只是你繞來繞去 公司看到本來是以為是一直線 他的說法或許也沒錯 但是 他什麼計算的你還是不知道啊 當你取餐3公里 送餐5公里 平台告訴你這一單 單價就是50塊 你還是只能莫名的 要接跟不接而已啊 你還能怎麼樣嗎 他的計算基準是改了啦 但是你還是不知道 你還是看不到嘛 以上這些所有種種的變革 有很多人的努力 有很多單位的努力 包含工會 PandaHero 還有各界各方 Panda至少他跨出了一步 不管是好是壞 5月29號之後 我們就見真章 當然我們還要觀察他一個月 因為你們也知道 一個月之後 如果他覺得吐血太多 他可能會再修正 但重點是 其他平台現在也在觀望啊 你付Panda這樣子做 會吸走我們很多的外送員嗎 還是會讓更多的外送員跳槽 來到他們的平台呢 不管是其他外送平台 或者是其他外送平台的外送員 現在都在觀望 5月29號之後的真正落實的狀況如何 對於5月29之後的新制度啊 我們是既期待啊 但是又怕到時候真的實施之後 我們又再次的受傷害 如果付Panda這些 調整對於夥伴都是有利的 那麼吳博一直你什麼時候改變呢 不要再秀下線啊 拉拉呢 其他外送平台呢 要不要趕快跟進 不要讓你的外送員流失啊 趕快把福利提高啊 才能爭取你的外送員留下來為你服務啊 那麼以上這些分析完之後 我也要呼籲各位啊 外送員 如果到時候你真的收入真的變得不錯 各項福利很OK 請你跟你親朋好友分享就好 不要到處偷文 不要到處眩單 不要到處眩收入 對你來講絕對是百害而無一利 你吸引更多外送夥伴來到這個行業 對你是好事嗎 如果5月29之後 各位外送夥伴你覺得這些全部都是利多 真是太良心了 在你忍不住想要眩單眩收入 大家讚賞的狀況下 請你注意一點 你又通極公司無限招人 但是你做的行為不就像在無限的吸引人進來嗎 那如果到時候我們發現新政策不如我們想像的好 不如預期 那麼各單位 各位夥伴 我們要繼續努力 讓上面聽到我們的聲音 成哥也會繼續製作這個頻道 忠實的反應兩方的聲音 對於5月29之後的新制度 你有什麼看法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大方的反應留言 也希望給這個平台這個頻道 更多的支持 點讚 分享給更多人看到 成哥跟你們一起加油 我們下次見 成哥這一集講這麼多 如果你還是聽得不夠痛快 不夠過癮 不夠了解 不夠清楚 也可以參考一下 成哥最近跟三位外送頻道主 FIT的影片 有我們南部知名的 芋頭哥 熊貓阿嬤 還有我們風源的 雲 也可以幫助你了解一些不同頻道主的想法 FIT既然有發速他的這個樣子的措施來連結獎金制度給予的話 既然現在可以查詢 不如把它做到程式裡面 可不可以讓它在程式上面一按就可以看到 或者是直接在右上角或上角直接就顯示現在最僅實的一個發速呢 以上是我的建議 20公里的我也在跑 來回30公里 對 將近30公里 那是實際跑出來的距離不是公司派單給你看到的距離 那是Google距離 因為我們家叫做曼哈頓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就說 各位夥伴大家好我是成哥歡迎來到543 今天呢我們要來說明的是 各位夥伴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滴成哥543 我們請接下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